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在制度在法律在文化在结构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不是只有在看议题的时候看到的是热闹甚至能够看到这个议题背后的门道的问题7月18号我想对许多台湾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日子因为那天大谷的账药房被拆不过就在前几天蔡英文政府呢 也宣示并且动土了这个张药房要把它重新盖回来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哇不错这个政府似乎非常重视了这个人权重视这个土地正义哦 可是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屏东县呢这个由民进党这个潘孟安县长执政的这个屏东县事实上也发生了这个破签的案子哦 屏东的这个拆迁案当中呢其实就发生了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其中参与这些抗争的这个议员呢蒋约会蒋议员呢他其实也在现场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甚至也咬伤了警察那 屏东县的也扬言要去告这个议员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了议员来跟我们现场一起聊天不过我们原本也想要在同时邀请的自救会的成员一起来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邀请自救会成员的时候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忙 他们忙的不见得是抗疫而已还包括日常生活那例如说要去抗医抗医生要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抗争者不是所谓的专职的抗争者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素人的抗争者他们要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也要顾自己未来要顾着社会公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蒋议员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件事情 议员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赵议员今天才是三点就多客人起来啊你平常是都接拼就在了 诶我平常是都差不多四五点就买起来是啊所以那一天五点多他们打电话给我我记得我记得啊那个人呢 他们的路都烘起了后面你还要脱了呢我大概十分钟我就到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起床已经什么桌席什么都弄好了 我是打算要去募款的你要去募款对我那天是打算要去 反正你就有别的行程 因为我通常都会四五点起床然后趁那个天气因为现在是夏天嘛早一点出去募款 早早上好像清晨五六点去募款比较有人投钱 如果你上班时间因为都赶三分投钱的会比较少 所以我那天其实什么都弄好是背着小提琴要去募款的结果是接到他们的电话 所以那天的整个行程就完全就打乱了 其实很多的议员都有非常多的助理嘛募款也会助理甚至有专门的那种所谓的公关公司会协助 帮忙募款来台北就坐高铁就好了嘛 那为什么你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呢 因为我们有收容人 我们有收容那些 孩子要练书啊 生病要去看啊 然后要吃饭啊 所以我的助理他 像保姆一样 他要煮饭给他们吃 帮他们去看病 然后还要做一些行程 那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他要接服务案件 然后另外一个要跑公计 那如果他跟着我上来 我不知道这个一天八小时 这不知道要怎么收 所以如果我是 因为我其实 其实平常工作量没那么大 因为我其实都在议会里面资讯 我就要自己准备议题 然后我的服务案件都是我们办公室主任 我们今天这样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通变化 我不知道今天会变成这么这么 工作人员 这么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 就是突然之间工作人员大起来 大到我一个人 我无法应付 还好就是我们周边有这些人来帮忙 但是我是觉得 即使我带助理过来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对这边的生态陌生 其实也帮不了我什么忙 所以其实他们有各自的工作量 当然啦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工作量很大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拼 五屏东市 包括高雄市 远到可能从我们案子我们都有接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大家说 啊 屏东好像比较多 屏东也很大 对啊 非常长的一个地方 对 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去咬警察 咬人就不对了嘛 很多都这样讲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我学习的状况 就像好像一个妇人 一个猛害去强暴她 她去咬她的命根子 可是大家看到是她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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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妇女去 为什么你要把 把这个男孩子的命根子给咬断 结果她判刑被关 嗯 为什么不去讲 她是不是被抢包 嗯 她不愿意她被这个男孩子抢 她自我防卫 唯一的防卫就是 咬断她的命根子 嗯 同样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我不是没有好好跟她谈 我五点就去 五点半就去了 我坐在怪手前面 怪手前面 对 他们要拆 就僵持了一个小时 嗯 他们就说 诶 议员 那你就让我拆同一户好不好 嗯 好 我就让她拆 对不对 然后拆完 其实同一户三户 拆完很快啊 嗯 我就问那个公共处长说 诶 你拆完 是不是你你不同户也要拆 他没有给我回答 但是他也没有给我拒绝 但我就知道那个意思 所以我害怕 嗯 然后 然后一直一直开直播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要出去拿那个电影 要去我的车子那边拿那个行动电源 嗯 我出去 他让我出去 嗯 然后就刚好遇到我的朋友 嗯 他说行动电影给我 我要转进来的时候 他就把整个门 不让你进来 就不让我进来 就把你拦住了 对 嗯 他整个都拦住 因为我个子小 嗯 我从别人家的那个 那个门缝 钻进来 嗯 男助理有给你什么样的理由吗 我不知道他就是不让我进来 就强硬的不让我进来 就直接用肢体去阻挡你 对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跑到公共处上 我就说 这个叫沟通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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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样子呢 嗯 然后 然后 我可能 我可能很生气 我就可能用那个 我的手机 我就这样子 嗯 然后 后来我想一想想说 我在这边这样子也不对 嗯 我害怕他去给我偷拆 嗯 嗯 就掉湖里山 因为这样子 你看啊 嗯 不预警的情况下 四点多他就去拆电表 嗯 就是怕他偷袭啊 嗯 嗯 所以我就赶紧要跑去现场 他们就整个 整个检查后 我看那个 这是我录 因为他们截取他们要的 嗯 我录 我看别人帮我录 是整个检查报 整个 我没有看到我的人 嗯 我也有录影 那你人又少吃 我 哎 我一百四十五分分 你都知道 嗯 就可能男孩子不敢靠近我 就女警至少有七八个 嗯 他们一百六十多公分 他们有学过柔道 嗯 武术耶 我什么 我手 我寸铁耶 嗯 他整个刚好压在那个扭则溪 然后我为了针脱 我的脚 我这只脚 一直踢 踢到柳则溪 嗯 扭则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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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又一直压住 我就乱挥拳嘛 然后 然后 我就一挥的时候 他手又过来 嗯 我就咬他 咬他的时候 然后 然后又有人包住我 然后我又踢 我就又踢 踢我 因为我真的 我要踢脚 嗯 然后 然后 后来 可能 我要跑 可能 他就拉到我的衣服 所以我的衣服整个都破了 OK 然后 然后 你知道吗 我 我又跑去现场 他们又跟着 我说 老梁又十岁了 嗯 不怕人看 你如果再过来 我整个衣服 我一尾被他吃饭 我就整个拖给你 让你去拉 嗯 结果他们就不敢过来 我就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盯着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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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其实 那时候我都忘了 我的脚太痛 嗯 后来 后来到十点半的时候 因为我要去警局 嗯 我就 就 才离开二十分钟 对 他们呢 你看多贼 他们就 就开了一辆 怪手 嗯 还有小货车里面 用那个汉乙诀 就是 顾一个铁门的那样 嗯 嗯 就跟居民危险 你们哦 如果不签 嗯 我要拆你们家的那个铁门 嗯 而且我不复电 嗯 你们签了 我才给你复电 直接这样跟居民说 对 所以 哦 居民的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啊不过 你也两星期后完 我们的东西都在那边 因为他都 他都给人家 四五点就给人家断电了 嗯 然后 然后 这都没成功吗 没有 你用断电 拆一天 这些事情都没成功 没有 就直接外出就找一个人出门口 还要跟他们听出那样 对 都没有任何的沟通的过程 没有 嗯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不服的 所以其实 可是他们都说 一切以依法行政 可是你什么叫依法行政 我都还行 这个依法行政有哪些法律说 在拆遷的过程当中 要跟居民沟通吗 或者是要拍公厅会 要开说明会 这些都有做吗 他们就说他们都程序都跑完了 嗯 但是你 你要拆房子 你也要 你也要公告啊 哪有人四五叠 大家都在睡在阿伯 害怕 穿一个内裤出来 嗯 嗯 那像那些什么天然灾害 不预警的呢 嗯 有何必这样 所以我质疑他啊 嗯 你为什么这么急的拆 我们都还在行政诉讼当中呢 嗯 我们永远跑不赢你耶 你把我们给拆了 我们打行政诉讼也没用啊 嗯 法院说啊 拆了拆了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阻挡 嗯 也是一定输的嘛 嗯 对不 所以我指引帮帮帮帮 3.47亿 嗯 是不是要在年中的时候 趕快把这个房子拆了之后 嗯 他才有办法往下一个后动作嘛 他就跟事工所配合要美化街景嘛 嗯 所以那个经费才有办法消耗嘛 嗯 如果你没有这笔经费 我跟你说他连撩你这个地方 他根本不撩你 嗯 他是因为赶快3.41亿可能啊 我在想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 嗯 如果你不做的话可能会被没收嘛 嗯 就是他没有去执行嘛 对他没有执行 可能可能经费会被没收 嗯 我们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 就是这是一个开发案嘛 对 那这个开发案 其实在台湾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拆迁 的争议就是在于说 诶我政府都已经定好 我要怎么开发我要怎么做 那其实在那个所谓的规划的过程当中 或是在规划之初不太跟居民沟通 所以他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整个 由业主单位 命令 业管单位去做 所以到最后通常就是啊 我要拆你的房子的 我要给你多少的补偿金 我们再来谈 那所以最后就让他觉得说 啊 这好像是讨价还价 你又没有了 就是你变成丁子户 所以但是 这变成在图室上面很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还说说 然后这些人就是贪婪无厌想要提高价格 还骂他们呢 这个其实我常常会说在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张药房贵心 然后他其实到现在原因 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可是我常会觉得说张药房会死 不管他是自杀或是意外 他其实至少还是一个长期的忧郁 但这个长期的忧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零的邻居 每天说这边要开发 你为什么不让我开发 那你是丁子户 那其实你每天都会活在某种的指责之下 可是这个指责本身是有问题 就是一个地方要怎么发展 不是政府说的算 而应该要跟居民 跟当地人一起做讨论 不是吗 呃 对 其实就是说他们依据依法行政 我该给你多少钱就是给你多少钱 事实上很多人是因着开发案 他们是利益者 尤其是财团 因为开发起来 都要相关的工程 相关的工程 还有地窖都涨了 我就牺牲你这几户 可是你知道吗 那几户都是最弱势的人 永远最弱势的人 他无奈 我该死 嗯 我被那种有诠释的人 你们这个弱势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住在龚永路那一带 都是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他叫做难民区 嗯 难民区 可以啊 要跟著踩踩踩踩踩 對 難民區啊 但是你知道嗎 你因著都更啊 其實難民區有難民區的一個文化資產 你猜了 他的文化資產就沒有 你看喔 你去新加坡 跟台北一模一樣 你每個地方看的都一模一樣 你想去嗎 換的都是百貨公司 每個都是高鐵 可是在新加坡有一個無名島 它是維持 它那邊完全不能針見 它是維持在17世紀18世紀的原始 因為為什麼要保留起來 因為你整個都都根 你沒有辦法看到 原始那時代的東西 像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們在河川裡面抓蝦抓魚 游泳 現在還只是滑手機 這個對我們這代孩子是不公平的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的地方都會想像說 我們要城市發展 這城市發展就最後長得都很像 不管是在台北 在新加坡 在東京 它都是非常非常類似 可是一個城市的發展 它應該會有多樣的面貌 我們待會再繼續談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之後 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好你剛講說那個地方 在民區那個地方的生活 可能並不是像屏東市的其他地方更好 高價化之後把這個鐵路打通 我們住在城市發展跟翱亞 它那個城鄉的落差是很大的 把它打通讓大家一起繁榮 不好嗎 那為什麼會有錢人要反對呢 反對的原因就是什麼 那除了這個打通之外 或者是去拓換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解決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重回屏東市公永路拆遷現場 部分住宅建物已成瓦礫堆 怪手雖然暫停運作 卻也沒有開走 讓拆遷戶依舊提心吊膽 拆遷戶說當天會簽下拆遷同意書 是萬不得已的 因為拆除當下完全來不及整理家當 認為簽了至少還有兩週緩衝期 公永路拓寬工程 徵收面積約0.43公頃 屏東縣府以鐵路高價化 改善居民出入便利為由 去年8月公告徵收公永路上的 21戶住宅 以另闢一條筆直的道路 銜接復興路 至今約有8戶不同1戶拆遷 16號清晨5點多 灌手吳玉警進駐公永路開挖 議員蔣約會擋拆過程 咬傷女警守備 事後前往警局道歉 嚎啕大哭 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你要拆房子 你要拆房子你也要你也要公告啊 哪有人四五點 大家都在睡在阿伯 今天趕著 穿個內褲出來呢 屏東縣府上午大動作澄清 縣長潘孟安更因為臉書被灌爆 引起不少罵聲 傍晚舉行記者會否認強拆 如果要拆除 要槍刑拆除 去年就會把它拆除 拆除完畢了 絕對沒有說 一直到目前已經整整一整年 將近快一年了 還在溝通 我們希望用溝通 甚至連從價格的金額都提高 潘孟安也被蔣約會質疑 從3.47億元工程款拿了多少錢 潘孟安澄清 當中只有2700萬用在拓寬工程 另外的3.2億元 都是土地徵收和21戶地上務的補償金 但拆遷戶強調補償金 不是他們真正在意的東西 期盼政府要建設 還是能優先考量附近的公有地 記者 陳顯坤 黃金郭俊玲 屏東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 參與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 跟大家訪問 聊天的是 屏東縣議員 蔣約會女士 蔣議員你好 我們剛才在第一次 這部中間說到當天發生的衝突 以及看到一些最基本的 這種所謂的對都市開發的一種想像 當然我們知道在過程當中 我們的政府會不斷說跟居民溝通 在實際上的溝通到不到位 這是一個問題 第一個其實最重要的溝通 是說我要做這個開發案之前 我就應該要去廣徵民意 可是在台灣到目前為止的公共建設 不管是大埔案也好 或者是這家南鐵案也好 你都會發現它都是由上而下的一種決策的模式 業主單位不管它是交通或是地方政府 他如果決定了 他就會說我就要做 跟我們的機民在交通的時候 變成什麼時候 變成最少的 你要拿多少 保障你有夠嗎 你自己成立這樣可以嗎 這個溝通其實沒有考慮到民眾的需要 最後就變成在價錢上院去討價還價 可是一個開發案好 假設這個都市開發是必要的 但是一定要這樣子做嗎 未必嘛 譬如說我們假設以這個所謂的屏東 這個議題就是屏東車站要高鐵 高價化 這個高價化其實居民有提出一些替代的方案對不對 就是不要把公永路拆遷成這個樣子 那你們的替代方案又是什麼呢 我跟你講 有兩個替代方案 屏東火車站的南站在這邊 它前面是一個香蕉巷 前面的香蕉巷是沒有房子 它現在是在當停車場 它當初它那邊是一個廣場 結果後來說沒有 這個案子就沒有開了 其實我有跟他們建議 因為現在香蕉巷 它目前大概不到四名 然後這個停車場呢 應該如果拓寬 它其實如果拓寬 停車場的話大概可以拓寬十二名 十二名的話 那個遊覽車可以轉 其實那個後果車站 那個就是計程車在那邊拍 其實它從香蕉巷這樣直接過去 其實是比較順路 如果它回轉從公永路 因為公永路它已經是末端了 這個公永路在這邊 它已經是末端了 所以反而是不方便 所以它應該 我覺得那個替代方案是 第一個要不然它就是要把香蕉巷給打通 打通的話其實這個後面這個功能就不用了 但是是因為有三點四七 三點四七香蕉巷它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寫一個計劃要經費 所以這個經費是不能 我在想是不能用在香蕉巷 然後呢 居民其實有反應 他說那你不要給我拆這個後面 因為你拆後面的病 因為它後面是有台塘 現在在走的那條路 他們是鐵路的施工道路 可是他們計劃裡面是 要把它封起來當停車場 然後拆他們這個 這個公永路這幾戶 當道路 第一個我覺得它這樣子 它才有辦法拿經費 有工程 這些什麼拆遷工程 這是你自己的揣測嘛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是會計 會有這些質疑 因為我是會計啊 你要怎麼辦和消的內容 我都非常清楚啊 所以我就質疑啊 你沒有這樣的動作 你沒有辦法辦和消 要不然你怎麼不趕快去處理 那個香蕉巷 香蕉巷根本也沒名載 然後呢 那個公永路的人說 要不然你就在我們前面 他們現在在走的那個前面 他們不是拆啊拆他們前面 是拆他們後面喔 要不然的話你就前面兩邊拓翻 因為前面那邊有工地 也是被占用 你可以先處理那個工地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人他們都習慣 走那個舊有的公永路 如果你開的話就變成三條 那邊就變成 短短的 就變成三條通路喔 而且那邊才短短一百公尺喔 那你不要變成 你要不要把它封起來的話 那個舊的公永路有沒有 擴充 他那邊現在目前好像是 差不多不到四米啦 如果你給他三米 這邊透光三米 那邊透光三米 六米大概就十米嘛 而且對面他也是工地嘛 工有地嘛 那這樣子那條路 他們都繁榮了啦 因為他們可以做行李啊 結果你給他拆後面 要做行李 你為什麼不給他拆這個 因為計畫不是這樣 所以沒有清水 所以對你們來講 你們並沒有反對高價化 而是反對他的施作方式 其實他們都非常高興 嗯 鐵度高價化 而且他們吃五六年的頭粉 嗯 結果得到的是 他們要被破千 而且你知道 人不是有錢沒錢 因為這個公永路那邊 以前是難民區 那是他們一輩子的 人家說 經我營我不如自己就過了 他的生活的依賴 對 而且這個是整個聖宗追逐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我小時候成長 我阿公阿嬤都在這 你給我破千了 我整個家族的文化都沒了 所以對你來講 你們其實提出這個方案是 某種你們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兩全其美嘛 對 就是我們可以保留 我們可以開發 但是我們同時 也可以保留我們的歷史機 我們現在的住宅 對 那這些方案有沒有跟縣府 有沒有跟這些單位去跟他們做共同 有我們講了 我們每個禮拜 沒有他們都給我糊隆糊隆 而且縣長說 阿不好 那我們要有個通盤計劃 結果他就推給下面 說這個不行 因為這個計劃已經都通過了 所以裡面通過計劃 所以我們不會來變更計劃就對了 他的意思是 你看我們禮拜五還要去 限定時間找縣長 他都沒有跟我們講說 禮拜一要強拆 嗯嗯嗯 覺得他 他有好幾次都這樣 比如說他 他踩那個游泳池 也是都利用三根半 那你們提出這些 不同的建議的時候 這種不同的規劃方式 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 我們這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以前就有提出 對我們就一直在提 包括光顧路啊 嗯 可能 因為現在還有 本來阿伯 阿伯說不拆嘛 後來 昨天他們好像公務處去 去跟游泳 所以阿伯好像有軟化 現在有五婦不願意被拆了 所以 可能不知道多久還要被拆 我可能會 我也會去抗爭 我不知道我 還會不會去咬人 也許有可能 如果他們這樣對待我 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第二次的咬人 然後還有光顧路 是明年三月 要通車 所以又是來一次的抗爭 對 其實你們在這段過程當中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也曾經在去年 他剛剛上任沒多久 他也到台灣各地去做訪問 去拜訪 也曾經到平東嘛 你也有去現場控宜嘛 其實當地的居民 包括林寶鏈 包括陳萬福 他們其實也說了 他們自己很多的心聲 賴神賴魁有聽到嗎 沒有 你沒有跟他直接當面的溝通嗎 他們都把我擋起來 怎麼擋 我要去 他們就把我擋了 雖然我是議員 沒有讓我進去 因為 我說你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因為我列入黑名單 因為是抗爭者 所以你也沒有另外再找時間去拜我 假設我們現在在探現場 大概沒有辦法溝通 沒有辦法講 在網上成 有啊 我們今年1月29號的時候 我們有上台北 那時候還下雨 我們有上總統府 行政院 可是那個交通部說 嗯 嗯 說 其實他也給我們公文 他其實說 我們的意見是 縣政府都沒有採納 其實他是看帕孟安的態度 帕孟安說不動就不動 可是帕孟安他把這個計畫都推給 推給這個交通部 推給中央 嗯 我質疑啦 因為這個資源已經分配好了 欸我讀會計的 我怎麼不知道那個賬要怎麼做 嗯 所以對你現在來講說 啊我已經透過很多的管道 在表達意見 我們甚至也提出了 一年多了 然後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是像在台灣的抗爭 土地政調抗爭 常常會看到我們居民這種方案 可是他都不理會 或者是他說 我們這計畫都已經訂了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變更 對 那你們怎麼辦 那接下來繼續咬人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有可能會咬 繼續咬 因為這個是我沒有辦法控制的 當然 我也是自我防衛 欸我一個人 他們七八個 他們這樣咬我 他們其實也是暴力 我身心 我咬他 可是我呢 我身心瘤瘦瘡 我也有嚇到 我已經失眠四天了 其實上一次在公庫 我們在高雄辦 奉承局時代的 這個大破千與大建設的時候 其實林寶烈還有一些居民 也有到現場 在現場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陳述了 他們自己的心情 說著說著就哭了 可以看到現場居民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這種委屈 那他們現在怎麼去面對調節 你是一個議員 你還有某種的權力 你可能還有某種的政治的力量 可是這些可能都是尋常的 小老百姓 他們要這樣做 所以就會像張耀華老闆一樣 得憂鬱症想不開 不然不是一條命而已 其實你知道嗎 看到那個怪手在猜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居民講 我說我一個議員 我力量不夠 我做不到 我沒有辦法打 我覺得他們默示我 他們沒有把我當醫院 所以我沒有辦法保護你們 但是我告訴你 他猜到你家的時候 我會用生命來擋 所以那一天 僵持到三點半 他們都還想辦法要去遊說 阿伯叫他簽 還好我沒有鑑在那邊 你知道我那天從五點半 到下午三點半 我的腳受傷了 我很緊張 我還跑來跑去 那種身心靈的折磨 他警員咬了一口 可是我呢 我的身心靈折磨 我失眠了四天 我的腳發炎 這個腳發炎 也不是一時間可以好的 我失眠 我不知道我失眠到什麼時候 對 我會想這也不是任何一個議員 要去承擔 它是整個大的制度的問題 這個制度的這種 所謂的不夠民族 不夠公開 不過公共的討論 自然而然 它就會讓很多的居民 它就會變成 在這個制度下面 被壓迫的弱勢者 即使是議員 即使是反對這套制度的議員 恐怕也未必有能力去直接的去對抗 這其實我們要回到的是 整個制度上面 真的是要去好好的重新做檢討 因為我覺得開發案不應該在原成 你開發案你應該到那種新的地方 你不要去拆到 因為你一拆你一破壞 這個當地有當地的生態文化 這個是一個寶貴的制裁 這個是可以帶來幫幫 這是一個金雞霧 不是說你一個高鐵 你高價化 你什麼 像我們屏東的那個鐵路 好醜 我們以前有日據時代的藍陽風味的車站 那個多美 那個可以是帶來觀光彩 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整個城市景觀的多樣化 多元的面貌 生活型態的 多種的這種所謂的生活記憶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個是一個文化 是非常 它可以代代相傳 而且它也帶來了經濟 但是其實我們在很多的開發的想像 都其實非常的便品 那回到這個 我要強調一點 其實這個是圖利的政府官員跟那些廠商 還有就是開發之後的 這個地域的那些的祝福 因為他們因為這樣子開發 所以他們的房子漲了 可是你犧牲到這些弱勢的 他們被你滅了 他什麼都沒有了 而且他的生活無法再重新再開始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要犧牲我們 我們該死嗎 阿伯他們該死嗎 你知道阿伯很難過 因為他鬥不過政府 他可能會老化 因為他八十幾歲 那天還高學 我覺得政府要賠償 那是精神虐待 那是煎熬的 像我這幾天 我是精神煎熬的 不是你咬了一口大家罵我 大家罵我 那不是重點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我精神這麼的煎熬 你們沒有說抱歉嗎 我道歉了 你覺得 政道理工 反正我是合法的 我戰爭 我有一槍 我是合法打仗 我可以合法殺死你 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當這個法律 本身是有問題的時候 當這個法律 非常有問題 是沒有民主的時候 當然這些所謂的悲劇 就會在台灣不斷的複製 不斷的發生 即使政黨輪替 沒有去根本解決 這個法律的問題 我跟你講 他還是一樣 黨是黑的 黨是黑 所以政治它是一個 圖跟利 互相打滾 如果不小心 像我這樣不小心處理 我割傷了我自己 你現在變成 這個屬性變成是 你由黑翻紅 你說變成一開始 沒有什麼人了解 甚至是在批評你 甚至是包括 很多媒體在說 你這個議員抓狂 怎麼這麼沒水準 但是現在 現在好像在上節目 你怎麼去看 這背後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媒體對於所謂的地方報道 對方事件 事實上可能會報道 但是報道不多 然後其實呢 他其實大部分都不關注 你怎麼去看待那個地方媒體 跟你們這些抗爭者的關係 那抗爭者 或者這些行動者 會不會常常 在受限於這些媒體的 這個通訊 這些媒體的資訊的擴散 而使得 常常會覺得自己是沒有 太大的力量呢 我覺得那是一個潛意識 當然 我也不談到 我小時候的那個 那我就簡簡單講 我覺得 那個其實是一個 惡訊循環 就像這個都根一樣 因為 每一個人要得到權利 是不容易的 我錢握在我手上 我怎麼可以 我罵你們這幾個 這個丁子戶 你們家太爛了 你們妨礙都市的美觀 所以我必須把你給滅了 我是正當的 她的那種心態 其實真的是惡心選擇 就像我小時候我媽媽 她認為她 我媽媽 我是你媽媽 你不對 不管你對不對 我覺得你不對 你就是不對 我就是打你 就是這樣子 就像他們這樣壓著我 他們認為是對的 那我不反抗嗎 我沒有說 我就把他拿出來給他 對 他其實會變成是一個 不管是在媒體 或是在所謂政府上面 都會出現這種 所謂的惡訊循環 或是這種反抗的這種狀況 不過最後 我想要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這個結論其實我曾經看過 這個議員在這個 在當時這個 有關於反對這個所謂的 屏東農泉開發案的這個製救案 會上面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假使一個地方能夠擁有豐富的生態環境 與美麗淳樸的景觀 那就是一個農村最重要的財產 財富與資產了 我想城市開發大家都喜歡 但是怎麼樣在城市開發的過程當中 去注意到這個所謂的民主的過程 溝通的過程 而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暴力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怎麼樣在城市發展的過程 能夠保存多樣的景觀 跟多樣的話才是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議員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能夠再繼續訪問你 那今天你的行程很多要加油 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各位觀眾好 這個禮拜開始大元宅報新聞 會做一些調整 就是由我來跟大家 談談這個禮拜重要的社會運動新聞 回顧一下這個禮拜發生的 什麼樣的社運大小事 今天第一則新聞其實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在台灣的社運圈 或者是在台灣的城市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 就是大埔的藏藥房在五年前被拆 不過前幾天 蔡英文總統以及包括我們的那個藥員 也都到藏藥房的原址來進行破土 就是希望能夠把藏藥房重新蓋回來 並且他們也去優惠問了這個秀春姐 看起來這個民進黨 似乎比過去的國民黨更重視土地正義 也實現他的過去所做過的承諾 但是是不是真是如此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再跟大家做討論 五年後同樣的七月十八號 當年被強拆的張藥房 終於等到原地重建這一天 總統蔡英文特別趕往苗栗 拜訪張森文的遺孀 彭秀春 前後任的內政部長彭秀春和他的兒子 碰著張森文的相片 一同前往張藥房即將重建的限制 新任內政部長徐國用主持下動土 正式啟動重建之路 前苗栗縣長劉振宏 當初為了竹南科學園區擴建 在徵收過程引發大埔居民一連串抗爭 2013年七月十八號 趁著住戶北上抗議時 動用大批警力強拆張藥房 兩個月後屋主張森文意外落水身亡 面對張藥房得以重建 內政部長徐國用強調大不愛是土地正義的問題 也促使政府檢討土地徵收政策 如果沒有必要性沒有核目的性 人民的財產是要保護的 不能夠用公共利益很寒無的公共利益 來親愛人民的財產權 一步一步走啊 比如說在協議的過程 那些都是很堅強 慢慢走到這一步 蔡政府上台後一直積極促成張藥房原地重建 協助排除各項法令上的障礙及限制 張森文的遺孫彭秀春 感謝政府及外界的協助 他們會去關注民眾的居住權 居住正義 可是非常遺憾的是 在幾乎是同一時間 屏東這個鐵路高架化的這個議題呢 其實在公永路上面也有民宅被拆 甚至也發生了這個很大的衝突 在今天的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跟大家進一步的去討論這個話題 那當然也非常重要的是說 如果民進黨政府一直在對所謂的城市開發的想像 跟過去一樣都是傳統發展主義 就覺得一定要所謂的鐵路建設 一定要所謂的掛號這個所謂的現代化的這一種做法 恐怕類似的悲劇會不斷發生 特別是當他不去重視民意的討論 不在開發之前就去跟人民做公通的話 這樣的問題他其實會一再的重演 接下來這次的新聞是有關於新的交通部長 這個上任的消息 吳鴻摩部長一上任呢 其實就接到了這個台鐵工會員工的這個抗議 那他其實是下站鐵為什麼 因為台鐵員工會覺得說 最近這幾年這個台鐵的這個所謂的派遣問題 非常嚴重 那一旦這公司化之後呢 會讓這個員工的權益受到更大的損害 那所以他就跟這個部長的下站鐵來辯論 公司化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反攻反對公司化 有空無公開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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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一心想著用公司化來當成救台鐵的救命單 我現在是還要跟他們在溝通 我現在先沒有先設定說公司化還是不公司化 政府委員政務委員 政府委員頂竟心是貼備困定 政府委員頂竟心 政府委員頂竟心是貼備困定 你會看見生命在你的工作裡面的意義的話 我想這個交通安全就不只是這樣子 對國團 何丹丹將出現幾度技術研究和嚴重重心當作 何丹丹沒有正式 交通部長後向某時表示 這在何丹丹爬下的基礎上路列包括 管工專程和幾度建設都會繼續打拼 記者綜合佈都 的確從1980年代開始 這個台灣的政府事實上受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就不斷談到所謂的民營化私有化公司化這些概念 彷彿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但是其實有些東西真的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但是如果政府什麼東西都不管 特別是有關公用事業都交給公司來去經營 那在其他國家經營或是在台灣過去的例子當中 你都會發現這個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例如說會把國家資產賤賣給私人機構 那這些原有員工的這些相關的權益也會受到損失 那更重要的是當這些東西變成私人經營化 這些公共服務變成私人經營的話 那麼所謂的民意的監督的力量恐怕也會減少非常多 最後一則新聞是有關文化大學宿舍的正義 文化大學宿舍的正義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新北市長的選舉或者台北市市長的選舉 整個被繳獲在裡頭 那當然這個有關於這個學生居住的權益 看起來好像被重視可是事實上未必如此 因為類似像文化大學這樣的一種狀況 在很多學校都恐怕都會發生 所以除了在這種所謂的傳統藍綠政治 選舉政治的考量之下 我們恐怕也要真正的關心學生的居住權 他是不是能夠居住的安心 是不是能夠居住的合宜 他們居住的權益是不是受到保障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文化大學宿舍以為我們求大群管正義 建立給學生股主權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股口感肺定為文化正義不是固案 其實全台大專業 普遍存在宿舍補助問題 學生股例像是探港大學 專業台幼2萬1千名學生 但是宿舍成為只有2千5百個 台幼765都沒有宿舍 至少有2、30個學生都住在俗稱 戈子龍的學生宿舍裡面 中央一排走道 旁邊再隔出8到10間的學生套房 那每一間可能 離學校近一點一間可能有6千、7千 那離學校遠一點 我那個地方離學校遠一點 一個月大概就是4千、5千左右 哈姓這次為了新智 只能做給人家相看的環境透盤 消防安全起床增大問題 還有到工會統計 台北上的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 還有別是公司理學校 宿舍不就第一名 宿舍全都掛臉 還有應用口袋、後衛口袋 還有洪光 中國醫學大學 也能有超過8千學生 沒辦法帶入學生宿舍 一百空六行年度 全台一台全紅衣宿舍 全都只有55.5% 提高管理17名學生 都要在外面來做出 甚至像第一名是國立的台北商業大學 他的台北校區 甚至他的充足率是掛蛋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沒有提供任何的注射 給學生來居住 比起學生半點 台北市宿舍不就問題也不是最嚴重的 台中市就是六島裡面第一名的黨宅区 雖然台中的台前 豪衛總共提供3萬多層的宿舍 不過也是不到6萬7千多層 學生要求教育部積極改立 頓出國後來幾位行見民家宿舍 教育部會議 這段行政議已經支持 在議題上方案協助改善 未來的看部會協調 共有這些空間 提出完整的策略方案 記者 慈航學報道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社會運動的新聞 除了我們大圓仔的報導的方式 做一些調整之外 我們也會 其實我們從上禮拜開始 我們的節目就已經改成兩週一次 因為整個在節目製作規劃的關係 就是不得不做這樣的調整 那也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能夠見諒 當然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也歡迎再透過我們的臉書 透過我們的網站來跟我們做回應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報導 搶華街上參考 我們沉澄的不 Gent 是我的相追 ella Mari Mari 那我呢